其實是一個姿態 就告訴美國的國民 或者說給美國會和香港有貿易有生意來往的一些單位 展示了些什麼呢 就展示了美國其實對於香港的經濟也好 政治有一個前途是失去信心的一個姿態展示 而香港如果繼續失去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的支持的話 那麼香港還可不可以叫自己做國際金融中心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如果香港在國際地位上沒有了自己的特色 一國兩制繼續給大家國際觀感是越來越課不對版的 這樣的情況下有什麼必要投資到香港呢 既然香港和大陸基本上越來越相似 去到差不多香港就是中國一樣的情況的話 那些資金為什麼不直接投資到中國呢 為什麼還要投資到香港呢 所以我覺得背後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就是反映著它對你香港前途 特別是我覺得是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抵雷是一個反映著一個這樣的問題 如果香港作為中國經濟貿易的一個窗口 而這個窗口 美國是不想經這個窗口進來 那麼香港在全球貿易或者金融的地位上面 我相信在未來十年後二十年後 繼續是這樣下去的話 你可以自己claim自己還是這樣的 但是連大陸人都已經覺得 你香港已經是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了 那麼我覺得其實都幾諷刺的 其實這一件事